日本回合室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本回合室 我是今集節目主持人Iris 我是一位人像攝影師 同時也是文麗女生的創辦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lky 我是Vintage 961的創辦人 也是這本書 優雅如飾的作者 這本書大家可以在一本文化購物平台找到 可以看看嗎 可以 你好 真的很優雅 Milky小姐 我今天看到你一身的造型 不如你轉身給觀眾看看 好 下面有一部機器 所以不可以轉身 不可以轉身的 我不知道觀眾覺得Milky這一身假扮怎樣 我怎樣認識Milky呢 我初初認識她的時候 她已經開辦了Vintage 961 但那時候還未叫成型 因為那時候也是一個網絡店 直至我們慢慢變成朋友 因為原來我們有很多共通點 共通點是什麼呢 我們都很喜歡漂亮的東西 慢慢我們一見面就說漂亮 不用說她就漂亮了 你不要學我是一個錯的模特兒 你這個也是一件Vintage的衣服 記得在我那裡買的 我可不可以跟觀眾分享一下 其實什麼叫優雅 我覺得有很多人覺得優雅 是說你要穿得很漂亮 戴上手襪才叫做優雅 其實我自己覺得不是 優雅其實是一個對自己 無時無刻的一種尊重 譬如優雅的人可能 我們說你下街的時候 你會穿什麼衣服下街呢 你是不是就這樣飛頭散發 踢對拖 然後隨便穿睡衣 我覺得這一種就不叫做優雅了 優雅最少是 起碼要端裝 要乾淨 那是一種對自己的尊重 同時也是可以伸延到 去代人節物的一種態度 譬如你穿得很漂亮 但原來你平時是喜歡推外婆出馬路 其實這樣就不算是一種優雅了 幸好我沒有這樣做 那我今天算不算符合呢 因為我不是走優雅路線 我覺得也算是 我覺得你是一個優雅的人 因為你是一個 有一個內在美和外在美並重的女生 今天不高評價 我想不買也不行 真是一個好好的銷售 這本書也可以上一本去買 這本書 因為我也有去看過 因為其實這本書 其實是很難看得完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各位喜歡看書的朋友 我相信一本的朋友 都是熱愛文化和熱愛閱讀的 我為什麼會覺得 我看也看不完呢? 因為一本好的書 就是我在不同時間看 我也有不同的inspiration 所以我就放在床頭 因為有些書 你是不可以一次過看完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其實優雅會不會有這種魅力 就是令人總是永遠都 我們叫很耐看 很耐看 我喜歡這本書 很耐看 這本書 我覺得優雅 同時要舉給一個條件 就是像你說的 是一種耐看 很耐看 一種經典的造型 譬如我們看看 五六十年代 安德利夏萍 其實當時的風格 已經是一個經典造型 很多人來到我店舖 就說我想找一套Vintage衣服 那時候大家對Vintage的印象 和印象都不同 但你一說安德利夏萍 每個人都會想 她是一個優雅的代表 那為什麼安德利夏萍 是一個大家心目中的一個經典 除了她本身真的很漂亮 而且她本身很有修養 看回她的傳記 其實每個人和她相處都會覺得很舒服 因為她很尊重其他人 可能未被很多人知道 其實她在二戰之前出生 她當時在打二戰的時候 其實她大部份時間都在荷蘭 她真的受過很多苦 當時她受過一些慈善團體的幫助 所以到她適應了之後 其實她花很多時間 去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做一些慈善的工作 去幫助其他人 其實這種高尚的人格 是很受到大家尊重 因為她這種美麗不僅是內在 而是一種高尚人格的新演 優雅和Vintage有甚麼關係 其實現代人很少說優雅這件事 因為大家都說Fast Fashion 大家都想要一些比較型的東西 但說回60年代或以前 那時的Fast Fashion是尊重優雅這方面 譬如我帶了一些以前的東西給大家看看 看看以前的東西是有多麼優雅 我們這個手袋 是一個過百年的手袋 你看到其實是超過一百年 那我不敢變 超過一百年已經是定義古董 這個已經是古董 不如我撐近一點給觀眾看看 這個手袋你看到布是很特別的 它是有一個東方主義的色彩 那時候是一百年前曾經流行一個 叫做東洋的風氣 所以那時候很多設計都是用這個 它特別在上面用了很多 一些縫補石的元素 就是一個很珍貴的袋 其實每次看到這些舊的東西 我自己就會覺得這些東西真的很優雅 令到我覺得很開心 我自己有很多客人 其實都會跟我說 其實有時候未必有這麼多錢 每一件都可以買回家 但是他們正在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會上去看Instagram Facebook 每次看到你放一些照片出來 都可以幫他們減壓 其實美在我們人的生活中 是可以有一種治癒的療效 我覺得非常認同 非常認同 非常認同 謝謝你幫我拆解了生命的密碼 他這樣說 因為我很少 我自己都看很多書 關於美學的書 我猜我童年為何會這麼追求我命 因為我童年都很苦 原來在我小時候已經找到自己自救的方法 我不自知 我童年很寂寞 我童年 因為父母要賺錢 我猜每一個成長的年代都類同 父母要賺錢 甚至乎我媽媽要做幾份工作 你很多時候都是自己去照 我們叫自己搞點 可能給你僅餘的錢 你就要自己照顧自己 我真的有趣 我就不去吃東西 我就去追求時裝雜誌 我猜我透過接觸美學 是令到自己有些甜 多謝你幫我拆解了生命的密碼 生活的苦一面一點甜 是啊 很苦的 但我又不會跟別人說 因為你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因為小朋友是不會跟別人說 他有什麼問題 而且你那一刻都未必意識到 那個問題在哪裡 可能都是回想回才發現那件事 是的 我小時候不覺得自己苦 總之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總之如果你認識小時候 我很難想像我是這樣過的 因為你今天看到這樣會潑開朗 我小時候是不出聲的 我是在人群裡面是黑色的 我是好像不存在的 但我又不是說那些叫有抑鬱症 我又沒有去到抑鬱症 只是小時候經常有一種孤獨感 但那種孤獨感 但藝術家通常都是這樣 原來我已經成為藝術家 今天Milky有幫我了 原來我成為藝術家 不知道 既然我作為藝術家 有什麼可以成就我這份底氣呢 我今天帶到了幾件小的物件 想讓你猜一下究竟是什麼 看看你作為藝術家 你可以猜到是什麼 好這個 我就是藝術家 你去給觀眾看看 先給大家看看 這裡是一個盒子 讓我看看 好 看完盒子之後 好像很漂亮 打開盒子 看看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貴不貴嗎 是不是一百年歷史的 這個不是 這個大概是五六十年代 我黏開它 我的天啊 可以拿出來嗎 可以 可以拿出來 它特別是女士 我的天啊 你不要開著 很緊張 你猜一下它是什麼 好 在螢光幕前面的朋友 我們一起猜 它拆了出來 是這樣的盒子 相當漂亮 是膠的 黑白色 感覺像CHANEL香水瓶 提示給了 它這樣說一定不是香水瓶 我猜嗎 但不可以開嗎 不可以開著 你可以猜一下 你有一次機會 你可以問 是鐵的味道 對嗎 好像有金屬的味道 厲害 是有金屬的 金屬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好 你可以給我提示嗎 不可以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是金屬 是金屬 它是 時間的關係嗎 我正在聽聞 是刀片來的 咦 近 近 剃刀 很聰明啊 很厲害 謝謝 我們可以打開給家庭觀眾看看 是一把五六十年代的 很迷你的 哇 鐵刀 以前的女士 他們會把這個 這麼精緻的鐵刀 放在盒子裡 很漂亮 有不同色的 有些是粉紅色的盒子 他們會放在手袋裡 那我就 都不太清楚 他們為什麼突然間 可能要去餐廳 突然間要看毛 可能要看腳 突然間發現 有一條蜜蜜蜜蜜 要看就非常實用 真的在吃法國餐 excuse me 我想 他們會先去洗手間 之後不會走 今天很感謝你 你覺得我有這個需要 對吧 你可以去我店裡買的 這個 我再介紹多一個 你猜一下這個 你不可以打開 我們有 你去吧 你去做這個角色 我累了 是一條鏈 究竟打開裡面又是什麼 是不是駝標 不是 太簡單了 又是 有沒有提示 沒有提示 沒有提示 不是 它有一個用途 但它主要的用途 不是鏡 香膏 可能 化妝 對 是一個粉盒 粉盒 我的天 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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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連同原裝的粉盒 其實是不捨得用的 是不捨得用的 其實 我是會用來擺 可以給我看嗎 可以給我看嗎 你又不用 那豈不是很可惜 其實是可以用的 你可以擺一下擺一下 擺到想用的時候 就可以用 會不會過期的 這個感救 我們就不建議再用 你可以換自己的粉盒 好 真的自己也愛上自己 是 是 我都想問一下 寧光目的男士 倘若你真是約會一個女子 突然間 萬不驚心地拿這個東西出來 然後輕輕 我做一次 我想問一下 男士會有什麼感想 或者喜不喜歡 如果我是一個男士 我就很喜歡 可以解釋一下嗎 但我不是一個男士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有男士在看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你喜不喜歡一個女子 拿一些這麼精緻的小物件出來 你是會對她加分還是減分 還有什麼法寶可以介紹給我們 還有這個也挺有趣 不過這個相對比較容易猜 是一個 來 你累了 很累 可以打開嗎 可以 這個很特別 其實是1956年 有專利設計 很漂亮 它蓋上盒子 內置有一個彈弓 打開盒子後 它的唇弓就會自己慢慢彈起 是很漂亮的紅色 我又想做一件事 我又試拍 如果男士採影人的女子 突然間就好像007 你又會有什麼感覺 我們又期待你的feedback 真的很優雅 突然間我也覺得自己很優雅 還有這個小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放化妝品的盒子 但是他們以前去party的時候 就會拿這個做手袋 超漂亮的 對 但我不明白 40年代 這裡可以擺錢 我們走前一點 我剛剛想問 銀包可以怎樣 這裡是用來擺錢的 很耐用 幾元就可以出界 對 因為以前是用銀馬很小 一邊可以擺錢 擺錢 擺錢這麼棒 你看在哪裏 很蕭積 令到食煙都變成優雅 因為他們以前的煙 而且又幼一點 可以自己捲起來 這樣捲起來 可以買一排在這裡 很漂亮 這個是適合食煙的女士 我覺得食煙都優雅 我突然想起 其實你們知不知道 阿德里夏萍小姐 是很喜歡食煙的 這個我又沒有留意 我又可以 我們可以交換蚊子 請坐 好了 到我說回阿德里夏萍小姐 我也很喜歡阿德里夏萍 因為剛才一提到優雅 我的腦海都已經出現了 她一天 我忘記量了 因為我忘記不要亂說 因為她拍戲 其實是很壓力的 所以她需要吃幾大量的香菇 我記得她是否一天吃二十支 我印象的 但她的年代是很流行吃煙的 而且當時大家對吃煙的 對身體的和害 是沒有我們現在的認識 所以當時可能對她們來說 是一個潮流的象徵 有趣 有趣 原來是一個潮流的象徵 對 你覺得現在 是很有型的 那時候吃煙的 你看那部電視劇 他們全部的男人都一定是拿著煙的 那你覺得這個年代的人吃煙還有沒有型 我自己就不吃煙的 所以可能看造型 如果她整個造型是 帶著雪茄或者煙斗 都可以很有型 酷酷酷 好啊 今天真的很開心 Milky 我還看到發現多一樣東西 這個是很吸引 我看了很久了 可以 可以 拿起來 這個是我小時候很喜歡的東西 剪影 嘩 我不知道大家 不如我再說一下我童年的美學 為什麼我很認識Milky 或者這些物件觸發 一種叫做共鳴 共鳴很重要的 我小時候說沒有什麼玩的 但是我永遠很記得 在布斯坦有一些這樣的書 就是有這樣的公仔 進去後她就帶咳 就是那個女生穿內衣 她旁邊有很多不同的衣服鞋 自公仔 她就帶咳 撕出來 有兩個勾 就勾在肩膀上 因為我喜歡時裝 其實我喜歡的偏文 想成為時裝設計師 不要緊 長大了我做了攝影師也一樣 那我就好玩得不日落苦 那種玩法是玩得 我覺得 因為你襯到差不多會悶 那我就自己在功課簿 自己設計 因為很容易 然後跟回貼 我就儲了很多衣櫃 我猜每個女生的夢想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衣櫃 穿一些漂亮的衣服 是不是 絕對是 我也是有同一個夢想 我現在就有一間店 你已經很厲害了 你已經很厲害了 你實現了 是的 也算是實現了 是的 也很開心 今天真的很開心 也很高興 我們今天可以在一本會客室見面 我們叫做老友重逢 又可以這樣聊聊天 又可以交流一下 也很難得有這樣的對話 因為我們平時見面 可能都會吃東西 都會聊天 但未必說真的 去到這麼坐定定 這麼專注去講一個題目 甚至乎原來他剛才 Milky說得很嚴論美學 是有一種療癒的作用 而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只是 我一直都很意愛漂亮的東西 但我沒有像Milky這麼認真去分析 為什麼我這麼著迷呢 或者在我童年的時候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時裝 但我長大又沒有做時裝設計師呢 因為你已經在攝影中 找到另外一種美學了 我今晚要回去再大劇 因為這個真的非常厲害 今天很高興你們一直留在 在我們的身邊 陪著我們一起去度過這麼美好的時光 希望我們的對話 都可以為你打開這個優雅的世界 是的 簡單地介紹一下這本書 裡面就會介紹了 由1900年到80年代的時裝歷史 當時社會的因素 影響當時怎樣穿衣 當你說找不到自己的風格的時候 可以在裡面參考一下 因為其實時裝是一個循環 其實這個很簡單 你已經看到過去有八個不同的 可以找到的造型 可以找到型格 或者是一些很優雅 可以很收場 或者是一些穿衣裙的造型 也可以在裡面找到 在後面其實都很感謝Iris 去幫我們拍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這個也是她幫我拍的照片 一個60年代的風格 可能有一張通知一下 不對了 為什麼這麼多 原來你們差不多 是 很多張都是 我為什麼要在這裡 因為我發現我不能不在 就是她很多部份的作品 都是我粗刀的 如果我不出現 真的對不住 而這個我也想特別講一下 這輯照她打來跟我說 她就說 你有沒有聽過浪漫時刻鐵達士 我當然有 我問我可不可以拍到這種感覺 我盡早 那時候我腦子已經馬上有位置 我說一定是大埔火車博物館 因為你陶懶一定是搭火車 而她剛好那套衣服 就是講一個經歷戰爭的陶懶 所以要有淡淡的安法 有一個40年代的設計 沒錯 剛剛這兩張是60年代 另外一張40年代我帶上去 Milky又給了一個挑戰 她說但我要笑 我說陶懶又怎麼會笑 因為我不笑 不漂亮 不如我們試一下 那好吧 那天我們就完成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首先她說 很少不笑 但這輯照你們都值得珍藏 因為 可能是僅僅她不笑的作品 而她滿意 你也知道Milky是有多高要求 而那天我覺得多謝上天 有時攝影或者人生都是 很需要一種小幸運 我們那晚是下雨 但我反而很棒 攝影很忌諱下雨 但我正正是你下雨我就對了 那種淒美 那種淒美 那種氣氛 太陽光普照其實拍不到 你也是錯的 那種氣氛 我們就是要夾整件事 head to toe 我是多謝天公做美 原來天公做美不只是出太陽 她那一場月救了我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我們在黃昏的時候 五六點 著燈 就是博物館去著了街燈 我燈也不用下 她那些昏黃的氣氛 正正是feature beyond我的首歌 細雨帶風深透黃昏的街道 你怎能夠不浪漫時刻呢 那一輯相真的 很值得 對於我自己來說 很值得紀念的一個時刻 其實我覺得 直接是要獨立出一本相集賣 在這店裡 這麼可怕 不可怕 不可怕 因為 這件事有多漂亮 我真的要 多謝你帶我回去 因為那一輯相美得 我們其實 沒有很專注去再講這輯相 因為Facebook很洗版 出了一些人會覺得漂亮 那就算了 但那輯相真的不太簡單 因為有些close-up 你最美的一張都沒有 那真的會變得上閘 因為有一個是說你的耳針 那我就給了一個close-up 我下了一個headshot給你的 你還說不要那麼近 但是你很喜歡那個headshot 你記得嗎 記得 那個headshot是其實 我有用來做forful picture 那個feature是他耳針的 但是他那個mood是很漂亮的 又不笑又漂亮 就是他看到他不笑都可以漂亮 所以其實攝影和鼓著 可以有很多好玩的東西 可以做不出來 Yes 因為就是他所說 我們要時間去消化 因為正正就是你店裡的人 我不行的我穿不到的 你記得嗎 那時候你分享 太多這些人 我們很希望所有女子和男子都是 去試一些你們很渴望 但經常都不敢試的 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你是要時間給自己消化 或者你喜歡可以找我拍照 我最愛就是滴歐人的魅力 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